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模型转化与应用 前面的1237是连起来的YOLO V5相关的自动驾驶课程 中间的4,5,6是独立的课程 那么我们这节课将会使用前面收集的数据以及训练的模型 最后将模型转化并且应用为自动驾驶 那么现在我们直接去打开我们的编程页面 在浏览器上面输入小车的IP加冒号叭叭叭 然后回车就能登录到我们的编程界面 然后在这里面找到我们对应的路径下面的程序文件 也就是这个 打到之后我们直接点击运行所有的这个内容之后呢 等它执行完毕就可以开始看到自动驾驶的效果了 这里就是要注意一下有一个这个参数 它是模型转化的参数 如果为tru的话则转化为trt模型 如果为false则不转化模型 直接加载trt模型 这里我设置为了tru 等到负名t的音声就表示这边的程序加载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把小车放到赛道上 放到赛道上以后 我们移动小车的位置可以看到前轮坐机会有转向的变化 但是由于此时小车的速度为零 所以不会在赛道上跑 我们要给小车传入速度 让小车运动 那么这里我们建议使用手柄来控制小车的速度 这样的话也方便我们调试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小车的终端 进入我们最硬的手柄程序的位置 门间路径 点击运行 运行之后就可以使用手柄来控制小车的一些运动了 这里有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表格来控制小车运动 然后我们现在直接来启动 启动手柄 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这里亮绿灯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控制了 按一下start 有负名气象就说明就说明这个手柄已经连接上了 可以开始控制了 这里首先我们要按L1或者是R1来控制一下 就切换一下他们的速度 其中这个L1是速度是0.5R1速度是0.3 我们现在试一下0.3的速度 按一下R1 然后再按一下前进 那么小车现在就在赛道上面开始自动驾驶 现在它已经跑完完整的一圈了 这里呢就是自动驾驶的所有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结束 结束这个程序 因为这个程序它用到了摄像头 如果不关掉的话 后面我们启动其他的案例 会出现一个报错的情况 我们点击这个地方 然后这里点擦掉 那么现在这个程序就已经给它关掉了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